梦中的城堡 儿时的梦想如今一一的实现 走进欧式城堡花园 有如自身唯美的国都 慢慢欣赏星园各个角落 将会发现各有不同的美 星园旁边周围都是稻田 但是也因为稻田这个氛围 让这个城堡会觉得更美 是随处可见主人的用心 亲手种植的花草 人偶藤椅 星园还曾荣获宜兰县 加护绿梅花的冠军 星园占地1006坪 大概园区里面的 十分之七是种花跟树 我觉得绿地比 是一个对一个人非常重要 你有绿地你才会觉得 非常容易的感觉 然后跟你很亲 唯美的环境下 造就了婚纱拍照的场地 也因而有了提供 各式的服装公拍照做使用 民宿主人提到 她不收任何的费用 只要求将最完美最漂亮的笑容拍下 数年后将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好多宜兰的女生 或者外县市的女生 嫁来宜兰 或者宜兰的女生 她们喜欢这个花园 想来拍照的时候 她们不好意思来讲 然后就偷偷打电话 阿姨我可不可以去你那里拍照 我说可以啊 然后后来就 第一批就是婚纱公司的 就带了她们来 然后来了之后 因为我们也不好意思跟她收费 因为那不是我的营业范围 你知道吗 然后后来 我们就跟她讲说 你可以不可以把你那个 你有多余的礼服送给我们 结果她们都好热心哦 就送了三四十套在这里 然后就是现在变成 很多女生就 会拿了随意就拿了 那个礼服来穿 然后我觉得我会跟她们讲说 阿姨唯一的要求 你要把它拍得最美 然后要用你最微笑的脸 去拍这些照片 我其他没有所求 走进大厅里 浓浓的异国风情 还真让人会有错觉 有如到了异国 随处坐上 点份套餐或是下午茶 连同进入的浪漫氛围中 我有很多朋友来这里 从中午来用餐 坐到晚上十点 他跟我讲说 超级的 这样会不会不好意思 我说不会 因为你坐得越久 代表我的能量越好 代表这个家能够吸引你 占地一千多坪的空间 只建造了九个城堡 每一座城堡都是独一无二 我有九个城堡 然后九个城堡 我是把它当成九个作品 然后九个个别不一样的生命题 在对待 像皇后城堡 是在去年十二月完工的 事实上我付给她的含义是说 我希望每一个女孩子 经过了婚姻的 还有养育子女的锤炼之后 事实上她对一个家庭的付出是 已经很完整的责任都付出了 大概到四五十岁的时候 她大概就构成一个皇后 所以我的皇后不是只有享受 事实上她的内含含义更深 那是代表说 一种尊荣 一种她对家庭 对子女的爱的那个 最后自己每一个 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 譬如说你有这样的心理 每一个人都可以称得上 自己是皇后 然后楼下的国王城堡 我觉得国王可以很 很照顾她的老婆 所以国王城堡 然后她在楼下守着 保护着二楼的皇后 所以为什么国王城堡要在楼下 皇后城堡要在楼上 因为那个皇后是 因为她对家里的付出 然后对家人无尽的爱 然后你看哦 所有的女生都是 为女则弱 为母则强 她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这么棒 这么多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一家之主的男主人 国王 一定就是要在 好好的呵护她 保护她 所以我才会当初 把国王城堡 设在皇后的楼下 事实上我的含义 是这个样子 对 然后爱丽丝幸福城堡是 当初是二楼这个 是本来是要 给我老大的 所以我老大的名字叫爱丽丝 所以我会用那个橘色 因为橘色是 有形来讲 它是财富 但是无形它是一种智慧 它是一种身心灵的财富 就是代表 我希望我的孩子 无论在物质生活 或者在心灵深处的生活 都是充满了财富 所以我会把这个 爱丽丝幸福城堡 就是用我女儿的名字去取 所以里面会有 你看到有奶奶 韩姨弄孙 我希望那个奶奶就是我 然后那一些孩子 就是未来我们 还有一个女生在那里 跟孩子互动的感觉 我希望以后就是 整个家的呈现 所以那个爱丽丝幸福城堡 是我对我孩子的一个 一个未来的那种 很美的那个憧憬 对 心源在每一个房间 都设置了一台 自动研磨咖啡机 贴心的设想到 每一间宝主在这一间 属于自己的城堡里 难尽情地招待 每一位到访的贵宾 对 因为事实上 在心源里 我会觉得说 我让心源的所有的 当天的宝主 都有能力去接受他的访客 他当天就是主人 所以我尽量把每一个房间 都有设餐厅 客厅 所以他 他当然就可以 自己去手煮一杯咖啡 所以我才会 每一个城堡里面 都摆一部咖啡机 然后让他们 真正地当他们自己的主人 这样才 我觉得是我最想要的 不想出去外食的朋友们 心源也准备了丰富的餐点 我们有排餐跟火锅 对 那早餐呢 早餐我们采取 以西市为主 然后以中市为福 我们会把它用午茶室的 心源期待每一个来造访的旅客 能够提供最全方位的服务 也希望在您心中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无论你来自何方 此刻我只在乎你 我如此的用心 只想博得你的微笑 然后 事实上我觉得 我们的座右铭 我们的理想就是 这也就是我跟我女儿讲的 我们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你的核心价值就是 你要维持你的初衷 你当初想要 做一个安全的园区 做一个 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像回到家的感觉 那你就知道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